不过另外这对新人呢 这个请大家吃喜酒啊 要发喜帖出去 结果呢发给了一位他们不认识的人 这是谁呢是一位网友 为什么要发给不认识的网友 因为这一位女网友呢在台中 她想要请假看苏打绿的表演 但是呢担心老板不准假 竟然呢上网请网友提供一张喜帖 而且说离台中越远越好 这样我飞走不可 好了真的有热心的网友就提供她一张喜帖 还获得了素食餐点一份 上个月18号 乐团苏打绿在高雄举办演唱会 吸引上万人到场 而就是为了看这场表演 竟然有网友担心公司不准假 公开征求喜帖一张 发文内容写着 因为公司很机车一定不准假 所以希望有人可以提供特定日期的喜帖一张 而且地点最好不要在台中 越远越好 答谢礼会送上饮料一杯 网友发文还真的有人帮忙 送上喜帖获得素食餐点一份 才知道都是为了看苏打绿的表演啦 寻求喜帖变一套合理的请假理由 免钱的招式对婚礼喜帖印刷店来说 其实早就见怪不怪 请假用就是一个证明而已 我们就是有帮他服务这样子 文字本是300 烫工会是200 试驾不给薪 那必须要处理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应该要准以向他的试驾 要钱的一份就要500 不想花钱的干脆就在网路上 直接贴文 征求喜帖一张 这样的行径 只为了让请假 理由合理化 实在不可取 中天新闻六人王一超 台中报道